我们现在就来欣赏 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一次师尊的同学 这个杨雄飞 杨会长 我们应该叫学长对不对 这样子像学长才会高兴 我们谢谢他制作了这么精致的这个专辑 让我们能够再用大家弟子比较 以师尊的这个观点 我们来看师尊跟这些大学同学的故事 我们就来欣赏这一段影片 谢谢大家 在大学时代 有个班上有两个人 一个被称为北海一妖 一个被称为南山一怪 这南山一怪举止怪异 有时候像个婴儿纯真无邪 说话引人发血 有时候刚强执着 想当大力士 甚至英雄救美 他被选上当系长 写情书追女朋友大大有名 南山一怪更是武技出众 会喝卷曾经醉的东倒西歪 就因为像婴儿般的无知 又被其他的同学看作没用 甚至被视为不祥之物 这位南山一怪就是测量学校大学部 三十二期大地测量戏的卢胜艳 卢胜艳在学校是个风云人物 因为每天都在演出上台领奖 只要推举他出去参选文章 其他的人都不是对手 他注定是得奖的利益 星期六星期天 同学假日外出 他则是向厨房要了几个大馒头 一杯水留在宿舍 埋头写作 自我禁足 很多同学都说他傻 他说我的生命 我的最大乐趣就是写作 卢胜艳为什么没有参加大学联考 而念军校 主要是经济困顿 可是他的学校学生生涯 却比其他同学有钱 因为他有稿费收入 常常有同学因而投奔他 向他借钱 而卢胜艳的接待 总是很热情地给予 有人公认他是私下的衣食父母 不过同学眼中 有钱的卢胜艳 从来不乱花钱 除了军装之外 他的便服 一向只有粗布的两套 这样的文艺青年 除了写作之外 就是写情书 一件很平凡的事情 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 就可以呈现出他的精致可读 假如有一天 他不愿上台中世界溜达 不愿去看烙军电影 也不愿去台中公园找灵感了 原来是他失恋了 他也有忧郁 卢胜艳对雨有着特别的感情 那天有个女孩子 天下着雨 她们在美都咖啡市 有了一个纯情的约定 不管我们将来有多老 只要你我在美都咖啡市的附近 遇到下雨天 我们就进咖啡市来相会吧 多么美的誓约 卢胜艳当时对他说 说不定在遥远的将来 一位老公公和老婆婆 两个人面对着窗外的雨水而流泪 记得哦 那窗外蠕动的雨水 就是我的泪 后来几十年 卢胜艳有一回 在美都咖啡市附近下雨了 卢胜艳一世言赶不去 结果咖啡市早就关闭 不再营业 换了其他的行业 在卢胜艳的一生中 曾经怀念一位同学 是测量学校大学部的同学 陈振华 他的外号叫大脚 是校队的足球健将 很会同他比背力 而且他会说 我跟你讲啦 以后如果有人敢笑 卢胜艳的写作 先跟我拼了 拼你呢 我才可以去笑他 卢胜艳 你不止因为失恋 就不写文章了 看 我帮你再找一个 你不写 我也不活了 陈振华表现了一种 决心和勇气 是江湖人的气质 他背力极好 他脚力尤其好 可惜他心脏不太好 他死的时候 卢胜艳大哭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